人生是一场轮回,我们从出生到老去,总是福或相依,喜悠相伴,我们得到了很多,也失去了很多,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磨练,每一次的成败都是成长。 有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很累,人生很苦,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,计较的东西太多了,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坎,我们在不同阶段都要取舍不同的东西,知道什么重要,什么可以放下,但是有个人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,所以苦了一辈子。 所以,有一位老僧说人一生有这三大坎,你过了几个了,第一少年,借知诱惑,皆为历来天下嚷嚷,皆为历网,大多数人活在世上都在追名逐利,这没有问题,反而可以使我们上进,但是如果我们在年轻血气方刚的时候,面对利益没有经得起诱惑,那往往也是得不偿失的。 有这个一个故事,一位仙人受伤,被一个农夫救了,仙人为了表示感激,就准备送一件宝物给他,这件宝物可以换取亲银财宝,但是使用这个宝物,需要消耗自己的寿命,所以仙人叮嘱农夫不要过多使用。 农夫拿到宝物后,用自己十年的寿命换取的财富,让自己变成了城镇里的大财主,但是他开始不满足了,还是越来越奢侈,但是只有用寿命去换取钱财。 不久后,仙人再回到此地,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农夫马上就要不行了,但还是紧紧抱住宝物不愿松手,仙人感叹道人,就这么难以摆脱金钱的诱惑吗? 孟子说富贵不能赢,刚入社会,要有坚定的信念,追求名利可以,但是要注意尺度,不然便会误入歧途。 这是一个坎。 第二中年,借知在斗,道德经说上善若水,水善利而不争,夫为不争,故无有,一字就是说,善良就像水一样,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相争,同样,如果人可以做到不争不强,也就无忧无虑了。 关于孔子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一天,孔子的学生正在院子里扫落叶,这突然来了一个人,问孔子是你老师,我考你一个问题,一年有几个季节,学生心想这不是常识吗? 很不屑达到四个,谁曾想那人反驳道不对,只有三个季节。 于是两人便争论起来了,最后孔子来了,他们赶紧问孔子一年有几季,孔子低头想了一想说一年有三季,见孔子这样说,那人才满意地离去。 孔子的学生很疑惑问孔子老师,您为什么这样说呢? 孔子笑住回答你看诈猛春天生,秋天死,所以他以为一年只有三季,但是你要是告诉他一年有四季,他是理解不了的。 争论带不来胜利,只有两败俱伤,减少争论,斗争,才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 记住欲棒相争,渔翁得利的故事,中年戒斗,这是第二个坎,第三晚年,戒之在的,古人云舍,就是得,不舍,哪有的,人生在世,有的有失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,我们就要放下,这样才能拥有更好的。 话说,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各提住两个精美的瓦罐赶路,正走住,老和尚手上的一个瓦罐突然摔倒地上,小和尚见此心生惋惜,但是老和尚就像没事人一样嘛,提住另一个瓦罐继续赶路。 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,瓦罐摔碎了,您不伤心吗?老和尚说到瓦罐已经碎了,伤心也没有用,何必太在意了? 是啊,人生也是这样,已经失去的东西,再念念不忘又有什么用了,失去就失去,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。 有句话说快乐不是拥有的多,而是计较的少,心宽一尺,路宽一丈,特别是人到晚年,如果还放不下心中的执念,便处处使怨言,晚年也不得安生,时刻觉得自己苦了一辈子,也没有一个好结果。 所以,知道放假,不要在乎得失,这是第三个坎,人生就一回,要经得起诱惑,少惹争辩,得失平衡,这是我们大多人都要过的三个坎。 最后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心得,一起交流学习,谢谢大家。 一个有福报的人,都有这五种表现,你有几种,俗话说有福之人不用忙,无福之人跑断肠,福报身后的人,无论做人做事都会平安顺利,生活开心如意,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没有福的人,一生劳碌奔波,仍旧难以摆脱贫穷,不是驴不走就是魔不转,一切难有顺利。 每一个人,都渴望自己有福,能够过得幸福美满,可是福报从哪里来一个人的福报,不从外得,就在我们的一心一念,一言一行中善心善行,必定会有好的福报和结果,恶言恶行,一定会招致不好的恶报万事皆有因果,我们所付出的一切,都偷偷藏在我们的福报中,种多少善因,结多少善果,真实不虚。 真正有福的人,不是家财万贯,而是表现在这五个方面,看看你有几个,一,说话不急不慢,一个人的言谈举止,反映的是自己内心的素质和修养程度, 一个人说话急躁不合气,往往会浮薄,因为言语上的急躁说明这个人内心不安定和慌乱,一个人说话不合气,说明内心有气脾气不好,所谓有话慢慢说,就是要做到心平气和,不要引起别人的反感,不要因为说话态度不好, 把很简单的事情变得是太严重,会说话,才能解决问题,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佛说一切为心躁,内心安然,则一切云淡风轻心乱,则一切皆乱,内心愉悦和气,言语才会温润平和,令人心生欢喜,一个人太情绪化,说话一定会激动不吻内心急躁, 说出的话,一定不会悦耳动听,往往会令人反感得罪人,一个人说话急躁慌乱,往往会处事不顺,我们的语言,反映的是我们的心境,学会慢慢说话,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,说话不急不躁,言谈挥谐幽默,悦耳好听,是位有福之人。 二,走路不慌不忙,我们老一辈的教育战友战相坐有坐降,一个人的行住坐卧既是习惯性的行为,也是后天的休养,也会藏住你一生的福报。 乡书上说走路脚跟不点地者,为早妖不受之下,都是有道理的,一个走路慌张东张西望的人,是不会有福的,农村有一句俗语养头老脱低头汉,一个女人走路养头挺胸,大多性格强势,做人也不会是擅长一个男人走路,低头俯视做思考状,这样的男人多有心机,不好对付。 一个人走路的姿势快慢,透露的是内心的性格和行为上的善恶,大抵也不会错,一个人走路荒急,不顾脚底的人,就容易滑跌,不注意安全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 一个人走路左顾右盼,甚至歪眼斜视,不敢正眼看人,往往会心怀不轨一个人如果心事重重,走路就不会专心,容易出事发生危险一个人站得直立走得正,做人就会堂堂正正,无愧于天地。 所以一个人走路不慌不忙,一步一个脚印,稳扎稳走,就是有福之人。 3. 欲视淡定从容 我们生活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,遇到了怎样的麻烦,都要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去面对,相信一切都会过去,不要去抱怨,也不要去愤恨,更不要自暴自弃。 4. 俗话说,破财消灾,人生的运气,就是脾及泰来,相信一切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 5. 人生不如意是十八九,遇到了逆境厄运,不要去逃避,只有勇敢地去面对,积极地去解决问题,才能变被动为主动,走过人生的艰难。 6. 如果遇到了事只知道后会埋怨,又有什么用了不但于事无补,还可能使事情更糟。 7.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,起起落落才叫人生,你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,实属正常,所以学会端正心态,把一切看淡,看得平常,该怎样过就怎样。